全台唯一電商選秀節目 大老闆聯盟 全新第四季內容賽制在升級 沒想到竟讓主持人 詹子卿講起了 完全像我以前 黑色灰的感覺 有這種感覺嗎 有 因為我就看到 惡夢 惡夢 真的是惡夢 因為像他們上場前的緊張 我都可以想像到 那時候的我表現的時候 都會發抖 然後一下台之後 就去狂吐 好可憐 所以那時候廁所都塞車 不過確實是有更刺激的感覺 因為這些都是從 從團購族 素人 然後經過四位大師的培訓 才能夠站到舞台中間 然後過時關還可以拿50萬 也是幫助大家自己創業 但你講到選秀 我突然想到 我三十四年前 是在這個攝影棚出道選秀的 第一次 這華視嘛 對不對 華視 對 三十四年前 然後小虎隊也是在這裡 四十年前 對 所以回到這個 很有歷史 是 就真的是 真的啦 很有歷史 人生就是一個迴圈 過去都曾經歷選秀節目的犀利 更加能理解感受 其中的緊張與壓力 不過不用擔心 有導師們的培訓 想當個直播主 不再是件難事 大老闆聯盟 會教導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 你先確定你自己的角色 第二個 去理解商品 第三個 怎麼去跟你的粉絲做互動 會形成一個全方位的教育體系 像我一個禮拜 可能有二十幾樣 那你會常常賣到 重複線的商品 那如果今天同樣是商品 你哥哥昨天賣美白 今天賣美白 明天賣美白 天天都賣美白 你該怎麼樣去 幫商品做區分 每一個商品 它有它適合的族群 不是一個商品 一定要賣給所有人 所以你要先叫它抓 整個消費者的輪廓是什麼 然後把商品賣給最適合的人 洆湞講了很多 我們上課的秘密 對 這也算是台灣電視圈 甚至亞洲電視圈吧 很罕見的一種 直播主的選秀比賽 因為現在很多 可能年輕人剛開始出社會 他們的志願會 很多人說想要當直播主 想要當團購組 罕見的直播主選秀模式 主持人黃子椒給予了高度肯定 而又有副業女王封號的 詹子卿更大讚 這是想創業者很好入門的平台 讓更多的觀眾知道 原來創業其實沒有這麼難 可以有很多的方式進行 因為現在創業更多元化了 讓大家可以透過一個這個平台 讓自己有機會 可以賺取這個創業金 同時又可以讓自己 有曝光的機會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舞台 很棒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趕快來 報名我們的培訓班 他講這個最有貢獻力 因為他自己就是個創業家 我比較像消費者 雖然我一直在克制我創業的衝動 因為我看到有些產品 我是真的滿想投資的 真的很厲害 我也在這個節目錄的過去兩季裡面 找到了我覺得最好吃的 牛肉麵條禮包 真的 我到處推薦 我好想給它投資 我一直在克制自己 不要 吃就好 不要出手 不要投資它 不要 那真的 不會 我算命的說過 我不適合做生意 連黃子嬌也要忍住 自己想創業的衝動 可見多有吸引力 不知道該怎麼開始的你 是不是應該火速報名了呢 第四季的大老闆聯盟 馬上登場了 全新的賽制 全新的內容 有優秀的師資 來培育新一代的直播主 從3月27號開始 在三立都會才記得要鎖定 是每週日的晚上10點 完全樂 綜合報道 完全膝蓋